国家主席胡锦涛结束对法国和葡萄牙的访问于今天返回北京 不过他对葡萄牙进行国事访问时的一个小插曲在当地传为佳话 在欢迎仪式上一名仪仗队队员因为坐骑受惊从马上摔了下来 他也因此意外的得到了胡锦涛主席的两次拥抱 胡锦涛主席走上检约台 仪仗队指挥官向他致敬 嘹亮的号声随之响起 就在这时一匹棕色骏马突然受惊 马背上的骑兵咚的一声被抛在了石头地面上 人们发出一阵惊呼 监阅仪式结束后胡锦涛没有按原定计划乘车 而是静止走向刚才从马上摔下来的受伤骑兵 关切的询问情况并两次紧紧的拥抱了他 受伤骑兵非常感动也受到了鼓舞 在同伴的帮助下重新戴上头盔再次上马 坚持着完成护卫胡锦涛主席的任务 请不吝点赞 订阅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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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订阅